2021年一场洪水 三波疫情 连番冲击下 郑州无论亲房 二手房还是房屋租赁市场 都迎来近年罕见的低迷景象 零售物业控制率 也达到近年高点 而随着农历新年到来 一场大雪 雪天叠加疫情影响 让节前郑州地产市场整体步入冬年 即使在周末时段 部分项目售楼部也看来十分冷清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售庆 在售的二期房源中 也有几栋楼已经卖完 年前改善型的户型不会有什么优惠活动了 位于郑州京开区的一家地产项目售楼部内 见不到前来咨询的看房客 工作人员直到开始介绍房源 才匆匆打开了沙盘的灯带 虽然销售人员反复向看房者强调着自家楼盘价格兼挺 但不可否认 刚刚过去的2021年 郑州新房市场刷新了近年来最差销售记录 市场颓势下 买一送一 倒贴卖货 这种此前多用于商业零售的促销手段 如今也出现在了楼市 就在2021年12月 位于郑州三环边一楼盘传出来 买一套136平正南别墅 就能送一套82平高层住宅的消息 不久后 二环边的另一项目 更是打出首付不要了 还能倒赚钱 声称双十二将为签约客户补贴十二万元现金 除降价外 低首付更是过去一年 开发商针对刚需客户抛出的终极入货 2021年末 晚城南区康桥的一个项目推出活动政策 首付只要15% 最低首付14万 就能买郑州四环以内的精装学区房 而郑州二环内地铁口一本土房企项目 单价 不仅低至1.3万元左右的价格 首付也最低只用10万元 此外 位于郑州核心区的中原万达旁 也推出了首付十万出头就能入手的地铁旁公寓 谈及2021年郑州楼市 从事房产经济工作多年的王队笔者说道 降低首付门槛 其实是二手房中常用的高屏高带手段 之前 是很少应用到新房项目的 足见目前开发商资金链紧张程度 2020年 虽然郑州房价有明显回落 但销量增长明显 以至于很多开发商到年底都超额完成了业绩目标 但2021年 开发商 一方面面临政策调控 防企暴雷 债务违约消息频出 另一方面 由于2021年3至5月份郑州市场价格上涨 造成市场抗价抵触心理提升 都不愿意买房 开发商回款变慢 高杠杆 防企融资 更加艰难 以至于到下半年突击通过各类促销手段降价回血 不过他也表示 虽然楼市下行 但2021年郑州市有300多套房 海盘即清盘的海马公园项目 也有刷新金水北区价格天花板的 北三环金水衣项目 是厂上降价的产品 多是特殊房源 比如5T10户 比如会占用买房名额的小户型 还有一层或顶层的清盘特惠房源 相比开发商的凸写清盘 让王磊更忧心的是市场延续的观望态度 经历暴雨 疫情 双减后 大家对于收入的预期明显下降 在开发商停工暴雷消息频出下 买房的信心 也开始被击退 在郑州202年这轮疫情发生前 看房客户确实一度增加 但也是看多买少 一周待八组客户能有一组成交就算不错 大家都还抱着等价格继续下降的心态 他坦言 虽然202年元旦过后 郑州很多楼盘都进行了价格调涨通知 但疫情再度光临郑州 让开发商的涨价显得苍白无力 在此背景下 有的开发商早早选择歇议 甚至直接放假到202年4月 变相裁员目前开发商销售价和成本价 逐步贴近 降价的空间小 市场接受程度不高 反正卖不出去了 干脆先涨价 让老业主开心 同时也在等待春节后的利好 作为 刚需一族 郑州市民胡先生在2021年看过众多楼盘后 也依然选择在等等 买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终身大事 在市场低迷环境下 烂尾 延期问题平线 一旦下措手 影响深远 他感慨 受这大半年洪灾疫情冲击 大家赚钱变得更难 奔期购买的房子已经成为负担 断买消息不断 他身边一座服装批发的朋友近来生意连连受挫 资金链吃紧 两年前买的房子已经无力还贷 面临法拍 之前投入的钱都要打水漂 前房两空 二手房价普降租赁市场冷清 相比新欧盘让人眼花缭乱的活动策略 二手房市场的降价更为直接 现在二手房价格都降了 只是降价幅度大小的问题 像东区海马公园这样的好区域好户型 三百多万元的房子售价一年内可能降了十万元 但我手里的一套男三环小户型 因为区位和房子都不太理想 降价幅度就大 2021年初至少能卖一百万元 现在挂九十万元都难出手 为了给即将上小学的女儿落实学校 郑州市民吴女士近两年来频繁奔波看房 终于在2022年初下了手 一月份 他刚刚签约购买了一套室内核心区的学区房 80多平米总价179万元 价格比我两年前了解的要便宜20多万元 近一年来郑州二手房市场的颓势 超乎了吴女士想象 他告诉笔者 自己在2021年初错过了一套 位于金水区天下城的学区房源 笔师房主要价365万元 最后因为另有买主主动加价5万元抢购 最终他未能成交 但时隔一年 该小区同户型急迈报价已低至345万元 还附赠一个无产权的车位 这个小区此前车位售价也要20万元以上 据称目前郑州金水区 郑东新区等几个人流密集 配套完善的主城区二手房价格相对坚挺 但也有跌幅 郑州三四环以外的二手房价格下跌明显 周边形阳 新密等郊县地区的二手房更是无人问津 二手房降价 对于像吴女士这样 急于购房的刚需是好事 但也筹坏了一些手握房源等待出手的业主 2019年计划卖房的时候 中介给了330万元的报价 后来价格就一降再降 现在同类型房源报价 甚至已经低到250万元了 对于近几年郑州二手房市场的价格下降态势 市民刘女生也体会深刻 她告诉笔者 位于郑州北三环以北的普罗旺市 是区域内物业配套设施较为完善的社区之一 二手房价格往往较同区域其他房源更高 但即使如此 随着市场下行 目前该小区二手房价格也一落千丈 该受房源积压较多 更让刘女生烦心的是 房子不好出售的同时 租赁市场也面临窘境 不仅住房难租 连之前炙手可热的车位 现在也租不出去 因为看好租赁市场 驾住金水区沙口路的侯先生 早年间在买房时就一口气顿了四个车位 由于小区容积率高 地下车位供不应求 单个车位每月就能为侯先生带来600元的租金收入 今年郑州7.20大雨洪灾 好多小区地下车库都被水淹没 即使停在路面的车 也很多因泡水报废 加上今年灾情疫情下大家收入情况都不好 没钱添置新车 车位需求量就大大减少了 现在我们小区地下车库空空荡荡 车位挂500元一个月都很难租出去 2021年6月装修 7月市营业 仅两天遭遇洪水停业 恢复营业没几天 8月份因疫情再度停业 一个月后营业恢复但受疫情影响生意惨淡 10月市场刚有起色 11月疫情再度来袭 12月股足干净生意回升 可202年1月疫情又来了 一张餐饮店老板自述创业 新算式的停业告示刷屏朋友圈 创业扮演 损失数十万的精力也引发一片共鸣 从202年1月8日郑州发布10号通告暂停 唐使到1月11日 官宣全市非生活必须场所一律暂时关闭 郑州商业市场 再一次因为疫情按下暂停键 作为中部交通枢纽 郑州这座影响力辐射周边多省的商贸都市 如今大街小巷控制商铺平线 有的商业街道甚至近半数门面房都处于带足状态 受720特大自然灾害 几星关疫情的影响 2021年郑州零售物业市场起伏较大 控制率方面 推升至11.8% 为近年来最高 当前的郑州零售市场 依然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 疫情对消费形成的影响 和不确定性 使得零售服饰 餐饮及休闲娱乐业态的经营受到一定限制 全市全年零售商业禁锡大量 低于新增供应 体现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影响了部分品牌商的开店及投资信心 市邦卫离市郑州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同认为 目前郑州商业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 一次洪水 两次疫情 教育双减 使得下半年的市场经营受到了持续的冲击与考验 对于一些已餐饮 文化娱乐体验业态为主的购物中心而言 其销售额和客流更是较去年 同期有着断崖市下滑 此外市场上一些规模不大 实力不强 专业经验不足的散兵游泳市购物中心 也在过去一年的经营中苦苦支撑 面对未来仍是一片茫然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请订阅并分享 我们下期见